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看到张立昂踩着他的电动独轮车再跟朋友聊天 接着一个人推着车走在路上 这到底是要走去哪里呢 诶 诶 诶 竟然是走进灯饰店 难道是家里缺光吗 这一逛就是半个小时直到一台计程车来接人 是说这车上竟然还有个妹子啊 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可能不只是一般朋友 要不然接下来的发展也不会这么神秘 两人一上车就往男生家前进 但计程车却不是停到张立昂家门口 而是停到隔壁巷子 妹子知道男生进家门之后才下车 这刻意制造的时间差 真的是有种预盖弥彰 此地无音三百两的味道 是说女生一下车这所有人的视觉焦点不由自主的都会往下移啊 那超短的段库不只露出修长眉腿 连屁股大都出来尖客咯 这个晃动突然让人有点想吃不丁啊 不过有趣的是 女生进超商看起来没有买东西 却换了另外一个不同颜色的口罩 是说妹子啊 难道你以为狗仔哥哥们认人是看口罩的吗 而且你最后还是走回男生家啊 被被拍到最在意的事情 我被拍到我就会想说天啊 我今天不该穿这么拉搭的可恶 诶真的咧 是不是 我觉得我很会看狗仔 诶有用 你一定有会注意吗 看不到他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不到他的 我瞎 OK啦立昂 你这次被拍到穿的还蛮帅的 我们也发现你是真的看不到狗仔哥哥们在哪啊 在辉别了过往爱人与绯闻对象还有烂桃花之后 张良身边又出现了新角色 只希望这次不会再有奇怪的谣言出现啦